好 谢谢 谢谢议员 谢谢议员 民众鼓掌欢呼 感谢议员争取得来不易的休闲空间 三重区大同南路96项底 有一块闲置国有地 从小里长刘子玉和附近里面都觉得很浪费 希望能绿美化并增设体贱设施 市议员李旺月儿接获陈勤 召集相关单位会刊 发现这块一百多坪的公有土地 分属国有财产局和新北市公务局 因此要求承向局负责协调规划 协助社区绿美化 大同南路96项围这里有一块 那个闲置的土地很久了 然后很多民众都也需要 活动的空间来做一些休闲 让那些地方上的老人跟小孩有地方 然后今天很感谢 特别请议员来帮忙协助我们 你看这些老旧的房屋 房子还这么碎掉 所以我们这里市民和村民 很辛苦连这个运动的地方就没有 所以上星期我们把它查起来 这里里面有我们国有財产属的 也有我们工务局的 所以这件事由陈湘局来主导 这个社区的一个美化 那做起来是我们这些富军 大岁都有体贱设施 游乐设施 陈湘局表示 这块工有空地 将让入新北绿佳园专案办理 并于农历年后 拨款给山崇区公所执行 预计三个月内完成绿美化工程 新北市这边呢 从一百年开始就有推动一个 新北绿佳园专案 那我们是专门针对这种 闲置的公有土地 然后透过任养维护的方式 来让它做检疫绿美化 那因此这个案子我们在 年后我们会补助区公所 来执行这个绿美化 那预计在三个月内完成 除了绿美化和增设体建设施外 李翁月儿也要求陈湘局 进行墙面彩绘 还给忠孝李明 一个美观舒适的休闲空间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龙虹采访报导